沃克布什访华 美国总统布什适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 于今天上午抵达北京 开始对我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的 江泽民主席的夫人王也平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照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 民建中央主席程思威 外交部长唐嘉玄 国家纪委主任曾培严 财政部长向怀诚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升 外交部副部长李兆兴 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等出席了欢迎仪式 陪同布什总统访华的有 布什总统的夫人劳拉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 国务卿鲍威尔 白宫办公厅主任卡德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等 欢迎仪式上 军乐队奏中美两国国歌 黄金兰威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1968年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 1975年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68年至1975年在德克萨斯国民警卫队担任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1975年至1986年布什在德克萨斯经营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他1994年当选为德克萨斯州州长 2000年布什当选美国第43任总统 2001年10月布什总统到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会晤 欢迎仪式上 江泽民主席陪同布什总统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布什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 双方就中美关系和重大的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了意见 达成了广泛而重要的共识 会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 江泽民首先对布什访华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四个月前我们在上海进行了很好的会晤 今天重逢格外高兴 我们在上海会晤时达成一个重要共识 这就是中美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四个月来 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有了新的进展 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是好的 对此 中美两国人民高兴 世界人民也高兴 布什说 非常高兴携夫人来中国进行访问 亲眼目睹中国的巨大变化 由衷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款待 我四个月来两次来中国访问 这次看到北京的巨大变化印象十分深刻 布什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在911事件后 对美国人民所表示的慰问 及对反恐斗争的支持 江泽民说 总统先生是在中美关系处于既往开来的重要时刻访华的 30年前的今天 尼克松总统访华 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结束了两国相互隔绝的历史 开始了交流与合作的进程 他们的远见着实和所迈出的步子已为历史所验证 30年后的今天 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对世界和平肩负的共同责任 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下降了 而是上升了 世界期待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 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30年中美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给人们的启示是 发展中美关系时 双方应着眼大局 立足长远 增进了解 发展互信 承认和尊重差异 寻求和扩大共同点 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 中美双方应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 在今后的岁月里取得更大的发展 江泽民就双方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积极势头 充实建设性合作关系 提出以下四点具体意见 第一 双方应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 以及各级别各部门之间的接触 增进了解和信任 第二 双方应加深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以造福于两国人民 第三 双方应在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的基础上 妥善处理彼此间分歧 特别是台湾问题 第四 双方应当把中美关系 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 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 应经常沟通 加强合作 布什表示赞同中方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 他说 美国政府期望在各个领域 扩大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这不仅对美中两国有利 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合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江泽民就台湾问题同布什深入交换了看法 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强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重要性 布什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这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布什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 在今年APEC会议之前访问美国 江泽民主席对此表示感谢 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应切尼副总统的邀请 胡锦涛副主席将于近期访问美国 两国将积极开展经贸 能源 科技 环保 艾滋病防治 执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并于年内举行经济 商贸和科技三个联委会会议 双方还同意 在不影响各自对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立场的前提下 成立中美环保和气候变化问题的联合工作组 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还深入讨论了国际反恐斗争的形势 双方同意继续在双向互利的基础上加强磋商与合作 充实两国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 两国元首还讨论了两国间存在的一些问题 江泽民表示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 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求同存异的精神 就能不断缩小分歧 扩大共识 推进两国的合作 布什表示赞同 国务院副总理钱齐琛等参加了会谈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布什 今天在结束会谈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中外记者 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 江泽民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布什总统来华访问表示欢迎 他说这是他与布什总统的第二次会晤 四个月前 他们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 进行了成功的会晤 在今天的会谈中 双方回顾了中美关系三十年来的历程 深入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当前国际形势 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 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 双方一致认为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中美作为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国家 应当加强对话与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 共同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江泽民说 他和布什总统同意加强高层战略对话 以及各级别各部门之间的接触 以利增进了解和互信 同意积极开展经贸 能源 科技 环保 艾滋病防治 执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就地区经济金融问题进行战略对话 并于年内举行经济 商贸和科技三个联委会会议 他说 两国元首在会谈中 还深入讨论了国际反恐斗争的形势 同意在双向互利基础上加强磋商与合作 充实两国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 双方还就一系列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并决定加强沟通与协调 江泽民强调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是保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 他在会谈中阐述了中国政府 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布什总统强调 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江泽民说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 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求同存异的精神 就能不断缩小分歧 扩大共识 推进两国的合作 江泽民表示希望并相信 这次会晤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江泽民说 他愉快地接受了布什总统的邀请 将于今年10月到墨西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 访问美国 应倩尼副总统邀请 胡锦涛副主席将于近期访美 布什首先对江泽民主席和中方所给予的盛情接待 表示感谢 他说 他和江主席的会谈非常坦率积极 尼克松总统30年前对中国的访问 是美中关系30年发展的开端 美中关系是成熟的 彼此尊重的 对美中两国和全世界都很重要 他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 是全球贸易系统的伙伴 并将拥有参与制定和执行贸易规则的权利和责任 他还表示希望美中双方能在打击艾滋病等方面更加密切的合作 关于反恐问题 布什说 美中双方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 美国非常欢迎中国在反恐战争中给予美国的帮助 他承认美中之间存在分歧 但是相信双方能够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态度来讨论彼此的分歧 关于台湾问题 他表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多年来没有改变 希望台湾问题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布什说 过去30年中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相信在未来同样的变化会继续发生 这些变化不仅给中国带来深远的影响 对全世界各国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两位元首还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关于中美关系 江泽民主席说 今年是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 30年前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接触 开始了两国走向交流与合作的道路 这些年来 中美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为维护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对世界和平肩负的重要责任 不是减少了 而是增加了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下降了 而是上升了 中美关系的发展符合我们两国的愿望 中方和美方加强交流 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中美关系就能取得进一步发展 关于美国国内有些人主张采取对华遏制政策 江泽民说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存在一些分歧 但是双方应当从更广泛 更重要的角度考虑处理这些分歧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 文化方面发展也比较快 中国有近13亿人口 要基本实现现代化 都过上好生活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 是我们长期的目标 中国入世后 即使将来发达 也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事实已经证明 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的坚定力量 关于宗教问题 江泽民说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他说 中国有很多公民信教 我不信教 但我对宗教很感兴趣 曾经阅读过 圣经 古兰经 金刚经等宗教经典 也经常与国内宗教界领袖一起交谈 他说 在中国 无论信仰何种宗教 教徒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 如果说有人被扣押 那是因为他触犯了法律 并非因为他信仰某种宗教 作为国家主席 我也无权干涉司法独立 关于国际反恐斗争 江泽民说 反对一切形势的恐怖主义 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我在去年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上 也就是与布什总统第一次会面时 就表达了这一立场 中国将坚决反对恐怖主义 他说 中方高兴地看到 阿富汗已开始和平建设的进场 衷心希望几经灾难的阿富汗人民 能过上和平美好的生活 相互团结把国家建设好 布什对中国政府在援助阿富汗问题上提供的支持表示赞赏 他说 美中两国彼此合作 就是为了使阿富汗在战后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国家 在谈到伊拉克问题时 江泽民说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 我们始终坚持以平等相待的态度 通过共同讨论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伊拉克问题上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中国主张和为贵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 江泽民说 我们始终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和平与稳定 布什表示 美国愿与朝鲜接触和对话 关于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 布什说 他向江主席解释了 前不久美国退出1972年反导条约的缘由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等参加会谈的中美双方人员 参加了共同见记者的活动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夫人王也平 今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劳拉 晚上七时许 布什总统夫妇抵达人民大会堂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夫人王也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等与他们亲切握手表示欢迎 钱其琛 周光照 叶选平 程思威等出席了欢迎晚宴 美国总统布什今天下午在他下榻的国际俱乐部饭店 参观美国康明斯公司生产的压缩开然气发动机展示时说 今天上午他与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 他说他与江泽民就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谈涉及到了贸易和环保等问题 布什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稳固的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具有巨大的潜力 与中国在贸易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反恐等重大问题上进行合作 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 他指出 美国属于太平洋地区国家 有必要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对美国而言 在这一地区没有比中国更为重要的国家了 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对话 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说 尽管两国之间有时存在分歧 但双方都要以互相尊重的方式来解决 他说 访华表示欢迎 朱镕基说 昨天江泽民主席与你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 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 这对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朱镕基指出 总统先生在中美双方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 和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的时刻访华 使这次访问更具重要意义 30年来 中美关系 但总的看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历史证明 中美之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 但更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 中美可以共同做许多事情 中美关系搞好了 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 自中美元首上海会晤以来 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是好的 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布什表示 这次中国执行非常成功 我昨天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了建设性的会谈富有成果 我1975年到过北京 今天故地重游 我感觉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中国发展迅速 变化令人钦佩 美方高度重视在各领域的对华合作 朱镕基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并向布什阐述了中国政府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原理 布什重申 美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 不会改变 双方就中美两国经贸合作 及亚洲经济交换了意见 朱镕基扼要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 并指出 近来世界经济出现一些复苏迹象 但威胁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仍在增加 我们希望看到亚太地区经济金融保持稳定 布什说 亚洲经济面临着困难 但中国经济发展健康迅速 这对美国经济是极为重要的 对亚太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也是有利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陪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演讲 胡锦涛副主席在致辞中说 昨天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就中美关系 和国际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 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两国元首的成功会晤 必将对中美建设合作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胡锦涛说 中美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心愿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我相信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求同存异 中美关系就一定能够健康顺利的向前发展 布什在演讲中说 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上 一个最富活力和最富创造力的国家之一 中国正走在一个兴起的道路上 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 演讲会由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主持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我们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努力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这对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布什再次感谢江泽民主席和中方 给予他和夫人的盛情接待 布什表示 他对中国的访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中国的发展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增进相互了解 加强交往与合作 使美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他表示期待今年10月 在美国再次与江泽民主席会晤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夫人周韩琼出席了午宴 中央台记者报道 说他们有了解决定的美国 中国再次行为 全比云雅金银 把中国再次成果的安全 进行政策可以 连续续集图和华外集图 共同华外集团 Ensatis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nd his wife Laura walked up only a small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which snakes 4500 miles across North China's mountaintops. Located some 70km north of Beijing, Ba Dali is the best preserved section of the Wall. Bush's delegation was welcomed by a group of Chinese primary students. How old are you? I'm 11 years old. Everybody 11? Yes! That's nice to be in China, it's beautiful. Are you practicing your English? Yes!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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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h said that the Great Wall is the nation's greatest symbol and that he was very glad to be in China. He wrote an inscription which said, Peace to our peoples and best wishes. He also received a certificate from the Great Wall Administrative Bureau for proof of the experience. Actually this wa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Bush visited the Great Wall. He first came here some 25 years ago. And he has now become the fourth U.S. President to visit the site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Nixon, Reagan and Clinton. But China is no longer what it was. Though he didn't stay long, this memory could be the best record of his China experience. Bush said farewell to the children and left China for home. As one of the many wonders of the world, the Great Wall stands... What China has ever been, the Great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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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reat Britain... H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models of the world. We are also a great wi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